中国内最大规模的珠宝箱就是要挂牌了 就是周大福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就是确认这个在本港的赵一所挂牌 而一直以来就是周大福也不太愿意上市 现在这一次特人之间要发生这个上市计划 我想解决原因是内地现在周大福有大概一千多间的分店 而他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 内地的业务会矿降超过一倍而下 达到两千分店而下 当中虚言他们不确服这是发展的基金 但是如果从这个折制来说的话 会令他这个进到会比较容易一点 还有就是比较快一点 而对于内地现在在发展的内需市场来说的话 他们也更能够有把把握之需 建有更大的市场比率 而我相信随着周大福的上市 对现在不小内地的一个在珠宝上来说的话 可能会录录足足的去挂牌 由于我现在觉得这一类的股票应该会大对投资者 带来不小的冲击 因为最主要是普遍来说 也看到他们未来的业务状况 尤其是在现在通货庞价情况之下 不少的珠宝 珠宝取了是切齐品之外 还有这是对抗通货庞价的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 所以我相信这一些的内地的珠宝上 在这一年应该是不平静的一年 感谢观看